乌克兰边境附近 挤满俄军装甲部队等待最后的进攻命令 边境线附近布满俄军 T-80坦克 RS-19自行火炮 BMP-1K步兵战车一直到电子战系统 TOS-1喷火火箭炮 S-300V防空导弹等等5G装备 俄军已经在冰天雪地的俄乌边境帐篷里 一个冬季 俄军最精锐的近围第四装甲师 就在距离乌克兰30公里的比尔哥罗德地区 只是在等待一个命令和机会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想夺取乌克兰 蒂涅伯河以东全部地区 建立一个大东乌克兰对抗基辅为首的西乌克兰 也是建立一个与美国北约的缓冲区 由俄罗斯扶植起来的大东乌克兰 在蒂涅伯河为线对抗美国和北约势力 而美国则也希望有冲突爆发 因为北约就是压制苏联而成立的 如果不去主动挑衅压制俄罗斯 这个军事联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没有了北约也就没有了美欧联盟 那美国还拿什么当老大